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画的就是可爱的小兔子 一起来看看兔子的影片吧 请看 首先我们画个圆弧线 画一个萝卜歪歪的 再画另外一根萝卜 慢慢地把圆弧线连回来 连在一起 里面画上两只毛毛虫 接下来画上哨子的形状 慢慢地连过来 最后画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胡萝卜 下面也画一根胡萝卜 里面也画一根胡萝卜 最后再画上一个圆形的球 在后面 涂上颜色之后 小朋友 你们看 正在赏月的兔子 就画好了 小朋友 中秋节的时候 你们会赏月吗 看完了兔子的影片后 现在就拿起画纸还有画笔 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 在甜甜姐姐旁边 这位带着可爱兔子耳朵的小朋友 是幼慈 大家好 我是幼慈 在柠檬可哥 旁边可爱的小兔子 是彤彤 大家好 我是彤彤 小朋友 那现在赶快跟着我们 一起来画兔子咯 首先我们要画一个 看着月亮 头养起来的兔子 所以先画一个圆形出来 很简单 一个圆形 画出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往上看 头发会往下垂 耳朵一样会往下垂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画一边 有点往下垂 歪歪的耳朵 另外一边呢 画一个直直的耳朵 有点像是红萝卜一样 好 因为这只兔子呢 它正在看着天空 所以呢 它一边的眼睛 会是在看着这边 另外一边 你的眼睛在这边 好 这样子 兔子的头部就完成了 画完了头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出 兔子的身体 首先我们要先画出 BB哨子的形状 画一条直线 下面会弯弯地勾起来 接着画出一个圆圆的肚子 画好了吗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画出兔子的手 是两个椭圆形 一个在身体里面 另外一只椭圆形呢 是往上的 像这个样子 好可爱哦 再来我们再加上 椭圆形的脚 以及圆圆的尾巴 这样子 可爱的小兔子就已经画好了 小朋友你们都画好了吗 画好了 那如果没有看清楚 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一遍影片 看完影片之后 就赶快拿起你们的画纸 还有画笔 跟着我们一起来画 兔子 画出一条圆弧线 接着画上两个椭圆形 这里就是兔子的长长耳朵 将它们连在一起 再画上幸福的眼睛 接下来要画上兔子的身体 画出一个哨子的形状 嗲嗲 接着呢 我们要画出椭圆形的手 还有椭圆形的脚 不要忘记身体里面 还要再画出一个 长长的椭圆形 最后加上圆形的尾巴 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兔子就画好了 这只兔子在做什么呢 原来它在赏月吃月饼啊 好吃的感觉哦 小朋友 看完了可爱的 正在赏月的兔子 现在赶快拿起画笔画纸 跟着我们来画兔子 首先呢 哥哥问问看小朋友 我们的兔子正在做什么呢 赏月 所以呢 它的脸圆圆圆的 先画个圆形出来 就像月亮一样 圆圆的 好 那一边的耳朵呢 是往下垂的 另外一边的耳朵 就像红萝卜一样 长长的 那呢 我们这只兔子呢 它眼睛眯眯的 因为它很幸福 小朋友你们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很幸福吗 会 那眼睛会眯起来吗 不会 那太好了 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呢 我们一起来模仿 很幸福闭上眼睛的样子 好不好 一二三 哇 它很幸福 好所以呢 眼睛眯眯的 把这个幸福眼睛画出来 两边都要哦 好 这样子呢 我们这只幸福的兔子 头部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就要画出 幸福的兔子 它的身体哦 我们要先画出一条直线 直线是勾起来的 像是勾子一样 接着再画出圆圆的肚子 这样子身体就画好了 小朋友 兔子有几只手 两只 对 那我们画出一个椭圆形 另外一个椭圆形 它是要朝上面 像这个样子 因为它正在赏月 好 椭圆形往上面 再来我们就要画出 椭圆形的脚 最后再加上 是圆圆的尾巴 还是三角形的尾巴 圆圆的 在屁股后面 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形 这样子我们的兔子 就画好了 小朋友你们的兔子也画好了吗 画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帮兔子 涂上他们自己喜欢的颜色 宥池 你的兔子要涂什么颜色 红色跟橘色 红色跟橘色的兔子 好特别哦 那彤彤 你的兔子会是什么颜色的呢 粉红色和黄色 粉红色和黄色 感觉也很好看的兔子哦 那柠檬哥哥我的兔子 我看 就紫色好了好不好 你最喜欢的紫色 因为小朋友的耳朵也是紫色的 那甜甜姐姐的兔子 就要画黄色的兔子 那小朋友 哥哥问问你们哦 你们中秋节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因为现在好像蛮多呢 全家人都会在中秋节的时候 一起去烤肉 对不对啊 对就是中秋节 月圆 人也团圆 那有个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啊 相传呢 在古时候 就是有只兔子呢 它就跑到了月亮上面 那你们有没有在中秋节 赏月的时候 拿起望远镜 看一看月亮啊 有吗 没有 没有哦 那太好了 下一次中秋节的时候 把握机会 用望远镜观察月亮好不好 好啊 说不定可以看到兔子哦 有一次啊 我就看着月亮开始在想象 我觉得我真的看到里面 有一只兔子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刀麻吉 哦 对 他们在分工合作 不只住一只兔子 住两只兔子哦 是这两只吗 可爱的小兔子 对 没有错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哇 画好了 童童怎么速度这么快 兔子呢 已经上好色了 那呢 看你要不要帮你的兔子 再加上一些配件 像是 你有这个耳朵 对不对 它有耳朵 那帮它加个蝴蝶结 好不好 好 还是红萝卜呢 看你 看你想要加什么都可以哦 又池 你的兔子好可爱哦 红色的看起来好机箱 不知道小朋友呢 你们中秋节都在做什么 是有吃柚子吗 还是有跟爸爸妈妈吃热饼 或者是全家一起吃烤肉呢 一边想 那记得也要一边画画哦 我画好了 小朋友你们都画好了吗 画好了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作品了 我们先来看看又池的作品 又池可以告诉大家 你画的兔子在做什么呢 在吃月饼 在吃月饼 很有创意哦 阿童童 你这只兔子它正在做什么呢 它在赏月 所以这边有一个月亮对不对 对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哦 那甜甜姐姐的兔子呢 她刚刚吃完柚子 所以她把柚子皮带在头上 在赏月 那柠檬哥哥的兔子呢 你们看得出来 我的兔子正在做什么吗 赏月 一边吃月饼 没错 因为我这只兔子手上 拿着一个月饼要请大家吃 所以柠檬哥哥今天 特别准备的月饼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好 赶快一起来吃月饼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很特别哦 它里面有包小朋友 最喜欢吃的冰淇淋 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地开心 开动了 开动 今天我们学会画兔子还有开心的吃月饼 下次再跟我们一起画其他更可爱的小动物哦 一起来画画 画画一起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吃巧克力口味的 差不多 差不多 看得到 柠檬哥哥 下次我们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下一次要准备的材料有 涂画纸 水彩用具 以及滴管 要记得准备好这些材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滚 bye 喜欢 今天啊 赶了 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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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